在我家的书架上放着几个碗 在我们家乡讲究这个 老人百岁以后要为他们特制寿碗 碗上写着老人的年龄 我家存的碗从110岁 111岁到112岁一共三只 而112岁这一只是周有光先生的最后一只 记得几年前在家乡常州为他祝寿 他因为年纪大了没有回去 发了一段视频过来 他说我出生在常州 一不小心一百多年没回去了 这种话全世界大概也没有几个人有资格说 糊里糊涂的活着 活多大也是白活 而周有光不但高瘦而且睿智 依我看周有光首先是底子打得好 他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 读的中学很有名气 是著名的沈长中大学 则是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 周先生50岁以前是银行家 50岁到85岁是语言学家 85岁以后到去世 突出的表现为思想家 正是重合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 有光先生的思想的闪光起码是照亮了身边的一群人 当然这一群人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的人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圣经中要有光这三个字 有光才能照亮道路 我们说改革开放就要说到全球化思维 这两本书从世界看中国 周有光百岁文翠 就是全球化思维的极大成 有光先生早在1985年之前 就已经自称世界公民 就用世界来看国家 那时候还没有全球化这个名词 正向慈忠云先生评价周有光 老先生不是一般的有知识 有学问 他是站在时代前沿的 而且是有挑战性的 今天我们看中国的任何问题 都要从世界这个大事业的角度 光从中国角度是什么也看不清的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 要跟过去不一样 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 现在要从世界看国家 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 一切事物都要重新的来估价 记得在《炎黄春秋》杂志 2010年的春节联谊会上 105岁的他坐在了轮椅上发言 声音高亢 引得全体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 大家踮起脚跟伸长脖子 有的干脆就起到了前面 举起了照相机 那次他发言的内容就是 不仅要爱祖国 更要爱人类 爱地球 他说如果只爱自己的国家 不顾人类的整体利益 那就会以零为贺 甚至引发战争 社科院拉美索的学者 张森根多年追随友光先生 记录和总结了他的很多的闪光思想 他也是这两本书的主要编者 就是这两本书 他说周友光先生 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 也是颠覆了传统的教条 他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 概括为经济方面 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 政治方面 从神权政治到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 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思维方面 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 再到科学思维 周友光说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 五四提出的口号 德先生赛先生是完全正确的 经过仔细研究 周友光发现 五四时的文章 没有整个否定传统 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也不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 而是后来提出来的 周友光曾挥亵的说 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一块的 你怎么能只给赛先生发护照 而一直不给德先生发护照呢 这是不可能的 周友光对中国人的说假话 这个危机很担忧 他说如果一直说假话 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张森根说 这个不是周老的原话 但是这是周老要表达的意思 周友光的望年之交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张文天的秘书何方 也曾问过周友光 说在讲假话和讲真话的方面 能不能含糊一点 模糊一点呢 周友光斩钉截铁的告诉他 不能和悉你 真的就是真 假的就是假 周友光认为 学术研究自由非常重要 蔡元培提出了八个字 学术自由 学校自治 所以他造就了一个好的北京大学 国外都是这个样子 世界上好的大学 没有一个不是学术自由 大学自治的 假如大学继续官僚化 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 大学自治 新的教育部长上任后 周友光给他写过一封信 提了两点建议 第一点 从大学做起 学术自由 第二点 小学生 中学生 大量的无效劳动 要取消 现在小孩子忙得要命 睡觉都不能好好睡 苦得要死 书本还是学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是大量的无效劳动 这有点像今天所说的 减负 周友光的真理观是这样的 真理可以是 今天批判他 否定他 明天还可以批判他 否定他 在不断的被批判 被否定当中 能站得住 那才是真理 如果不许批评 那怎么是真理呢 有一点先生是非常清楚的 意识形态是不许批评的 意识形态是用来信仰的 只能信仰 不能批评 所以意识形态 不能跟社会科学 混起来讲 2017年1月12号 原本在北京准备为先生 祝寿 结果前一天先生辞世 诸说会变成了追思会 我在追思会上讲了关于三真的话 真诚 真话 真理 我认为周友光的第一个特点 是真诚 而他的真诚来自于他的爱 他的爱不那么狭隘 像周友光先生讲的 我们爱中国不能站在我们自己 一个狭隘国家的立场上 要站在全球的立场上 全人类的立场上来爱 这样才是一种大爱 不是这种大爱 民粹主义就会表现得非常激烈 第二个是讲真话 友光先生是一个讲真话的人 尽管他已经一百多岁 尽管他的生活境遇没那么好 但是他始终关心国家 关心时政 用真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的观点是 讲真话要有专长 要懂得多 要能够用科学的语言 把真话表达出来 而有的人只是喊口号 或者是谩骂 这样也可能是真话 但是是不能流传很远的真话 第三个真是真理 友光先生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但是他对真理有自己的看法 最大的特点是 勾胆说出真理来 比如他说不能批评的真理 不是真理 凡是真理 一定是在不断的被批评中 才能被证实自己的真理性 有胆量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总结起来 真诚是要有广博的爱 站在世界看中国 真话要有专长 有水平 才能把真话流传的远 真理就是要坚持 能够经得起批评的真理 最后要讲一个小故事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在很多人的眼里 凡是大学者 是不识人家烟火的 但是周有光先生不是这样 这是他的外甥女 讲的一个故事 外甥女被打成了右派 一个人在上海 心灰意冷 觉得天要塌起来了 真的不想活了 推开四楼的窗户 看到下面的水泥地 一跳下去 肯定就一了百了 就在那天夜里 门缝里塞进了一张纸条 他很害怕 不敢开灯 就到窗口借着月光看 是一封电报 舅舅周有光打来的 上面有八个字 人无远见 必有短路 这八个字 救了他的一条命